关心医药讯息 一名90多岁的林阿嬷只要身体不适 就会到药局买止痛药服用 某天突然肚子痛挂急诊 经过诊断后确定是胃溃疡穿孔 必须紧急手术 医师表示 老人家吃太多非肋固醇的抗发炎止痛药 容易对肠胃的黏膜造成伤害 严重甚至会胃穿孔 提醒民众不可不慎 90多岁的林阿嬷过去只要身体不适 就会习惯性服用止痛药 某天突然腹痛挂急诊 经过医师诊断 发现是胃溃疡穿孔赶紧开刀手术 开始过头痛 听听说 来病院说 未出会 再来这开刀 大家都很害怕 上一次已经晕倒 这一次胃穿孔 这次是要紧急开刀 医师说差一天来就没办法了 医师表示老人家常见胃溃疡的原因 主要是吃太多非肋固醇的抗发炎止痛药 止痛药的成分对肠胃黏膜造成伤害 加上胃酸 让受伤的黏膜不容易修复 严重甚至可能引发胃穿孔不可不慎 假如说长期吃服用止痛药的话 不得不服用止痛药 第一个就是说 可能要自己加一点胃药 甚至胃乳 来保护这个胃壁 那假如说胃部的症状的时候 有胃痛的症状的时候 最好还是要做胃镜 那胃镜做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撕给比较有效的一些致酸剂 来保护他的胃壁 索性阿嬷经过低压力腹腔进手术之后 复原情况良好 目前已无大碍 而医师也提醒胃溃疡患者 应调整饮食 一旦出现吐血 反复呕图现象得尽速就医治疗 记者张伟林 台中采访不到